我請誰啊 請 交通局局長 不是你啦 交通局局長 好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統計到111年12月底 北市的機車數量是有91萬8698 好 那全市的機車停車室友的停車格位喔 在路邊停車室友24萬9874格 然後路外的停車包括停管處經營的是5048格 然後委外經營的是這個14366格 合計室友26萬9288格 好 那麼由此可見 台北市的一個機車的路邊停車格位 真的 你僅有機車數量的29.3% 換句話喔 還沒有包含外縣市來台北市的這些 工作的機車的數量喔 你整整將近有70.7% 也就是64萬9410輛機車是沒有停車格位 所以台北市的機車停車格是嚴重的不足 機車族的權益是大為受損 好 那當然為了我們達到2050近年排放 我們應該鼓勵民眾去盡量搭乘大眾運輸 可是呢 基於通勤的地點跟工作的類別的關係 那麼還是有不少的騎乘機車的需要 對不對 對 即便你未來趨勢慢慢會朝向電動機車去發展 那可是機車格位的一個規劃 還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規劃 你說我說的是對吧 對 還是它是主要族群之一 是嗎 還是主要族群嘛 所以這個機車格位是這麼的嚴重不足喔 你想想看它沒有車子沒有位置可以停 它就躲到那個巷子裡面去做停放 然後除了居民進出不方便 那也衍生到很多巷子的公安問題 導致消防救災不易 那如果說可能有人丟個煙滴在這裡 一不小心可能會引發這整排車的這個都 因為汽油嘛 整個燃燒 就造成這個我們周邊的店家或者是居民 可能都會引發大火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公安的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市政府應該就 台北市的機車格位是嚴重不足的問題 去做一個通牌的檢討 不然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也是一個主要的族群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 在我質詢之後 你們可能真的問題去好好去做個檢討 可以 那我也希望說 在我這個質詢之後 最晚的這個 請買兩個禮拜內嘛 因為 基本上台北市機車商業同業工會 跟台北市機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之前也都有這樣的問題 應該都有向你們做一些反應了對不對 那我想這個反應下去你們要有所動作 那才能夠讓市民朋友們感受到市政府 對他們的相關權益的重視 是 可以嗎 對我們在這剛譯作講的期限裡面 我們把我們初步的一些想法 那先講出來 但是它怎麼落實可能還有一點時間 那的確講的我們現在發現 的確機車的嚴重不足的車位比汽車還嚴重 是 沒錯 那我也希望到時候你這個資料 如果你要回文給我的時候 也一併回給以上剛剛我講的兩個工會 工會 好 我們跟他一起來研究看看這個方式 好 因為呢 這個局長市政府應該要利用 興建這個公共工程的時候 就一併把周邊的停車個位 不管是汽車還是機車 都要做相關的檢討跟規劃 是吧 對 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 好 那教育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就針對外華目前的有幾個學校的公共工程 的這樣的一個停車的需求跟規劃 提出質詢 那今天因為是你們交通部門 我必要再提出 好 我先講中藝國小的教育社福園區 跟東元國小的活動中心 萬大國小的共用泳池 這個是屬於捷運共購 那猛甲學員 還有東元國小的眷設 和屬這個行政辦公大樓 以及東元圖書館跟派出所它的改建 這個都是屬於市政府相關局處的一個 參見的一個計畫 那目前中藝國小跟東元國小這個共購 因為已經在事工當中了 當然也沒辦法再增加了 可是呢 我剛剛講的 這個猛甲學員 還有包括東元國小眷設 改建和屬行政辦公大樓 跟東元圖書館 跟派出所的改建案 這個都在規劃階段 所以呢 其實應該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把周邊停車不足的問題 去做相關的檢討 好 那我現在給你看這個簡報 很小 但是我簡單的告訴你就是說 萬華區周邊停車是嚴重空間 停車空間是不足 那不過呢 你上面雖然這些規劃 目前都有所謂的 七七車的停車的一個空間的規劃 可是你扣除掉教職員跟行政人員 的這樣的一個停車的空間之後 你真的可以在平常 開放給周邊居民 可以去做停放 坦白說 真的是很少很少 所以呢 才是我今天要提出來 跟你們做探討 那麼尤其是東元國小的這個眷設 改建和屬行政辦公大樓 它的主體下面 你們本來有規劃這樣的停車的空間 但是因為數量實在是太少了 那所以當地的里長 楊美女里長 她就跟我表示 她一定會在這個會期 市長的區理座談的時候 做一個提案 因為她認為旁邊 因為在這個建物的旁邊 就是東元公園 這是當年我母親幫忙爭取的 下面的這個空間 她覺得應該怎麼樣 一併做開發 那這樣就會有更多的停車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了嘛 所以其實如果必要的時候 她覺得公園可以暫時 去做這樣的一個改善 她覺得是OK的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她都區理座談要提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區長 你真的是要好好的來跟 你的停管處這邊再去討論一下 因為在上一屆我質詢的時候 你們跟我講說 因為那邊的土質鬆軟啊 那所以沒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可是我告訴你們 你們那個相關的資料報告 我已經請教過全國這方面的專家 他告訴我這個不是問題 你只要在技術上 跟這個施工方面去做一個加強 就不會有這問題 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 好不好你回來台北市了 我對於你是寄予厚望喔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不要像以前這樣子 動不動就推掉了 因為真的台北市不管是汽車還是機車 停車空間都不足 你老舊社區要希望它能夠都更 當然我們大家都希望 可是都更真的是太緩慢了 對不對 公共建設都要做了 何必不利用這個機會納進去 對不對 會長同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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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